中国的麻将起源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麻将是哪个大佬发明的 我先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我曾经和中国的一些牌手到欧洲去参加麻将比赛 其中有荷兰的朋友说 先生你知道吗 这个麻将是谁发明的 我说是中国呀 这还用说吗 这个事情 他说不一定 他说你看你们这个麻将 这个马牌的时候是怎么马的 马的是风车状 什么地方风车最有名 就是我们荷兰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麻将的这个发明国 当然我认为他可能是属于玩笑话了 麻将中国发明的原创是中国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会马成的这种风车状呢 实际上这是体现了中国人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礼仪 是什么呀 就是利他利己 如果我们起牌的时候 所有的人的麻将牌都是放在自己这个门前的时候 对方抓牌起来就变得非常困难 要够 所以我们为了方便他人 我们就把这牌马成了这个样子 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风车的一个形状 当然这是说的另外一个概念了 中国的麻将起源 有很多很多的传说 尽管没有定论 你比如说太平天国论 在那个时期大家打仗的时候 可能闲暇的时候就就把这个作为了一种游戏来去玩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正和这个发明说 就是正和下西洋 因为要去商贸嘛 船航行的时间很长 那个水手都没有事情可干 那怎么办呀 这个正和就觉得说 会给你们设计一个游戏吧 那么这个船当中运了很多的竹子 所以就用了这个竹子来做成了这样的一种游戏的牌 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麻将牌 那还有水浒说 这个水波凉山 这除了这个为老百姓劫富济贫 对吧 那平常的时候怎么 他们要娱乐 所以他们就一百单八将 就把这个麻将牌呢 做成了这个一百零八张牌 那除了这以外 还有一个说法叫太仓说 太仓是什么 就是皇家的粮仓 皇家的粮仓呢 遇到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 就是有太多的麻雀吃粮食 那那些看守粮仓的这些士兵都干什么呀 就让他们去打麻雀 把打完了的麻雀放到桶里 领导说了 你打了这个麻雀 打了多少只 我得要有酬劳啊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麻雀 打完了就放到桶里 那刚开始不是放到桶里 是拿一个竹签子 给一个一个串起来 最后的结果是吗 就把它放到桶里 那竹签子是什么 就是麻将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牌 叫做条 因为太多了 就放到桶里 就变成了桶 或者叫做饼 那么你去兑换的时候 你说你打了多少啊 要给你酬劳 就变成了就是万子 所以才调饼万就出现了 除了这些说法以外 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学手 叫做陈玉门 陈玉门是浙江宁波 一个文人 实际上这个人很厉害 他懂英文 然后对游戏呢 非常之熟悉 那么因为原来的牌是纸牌 就是我们所说的叶子牌 或者马吊牌 都是纸的 因为宁波那个地方 也有很多的这个船要出海 他们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海上风一刮 就把这个牌就给弄走了 而且这个纸牌呢 磨损的也很厉害 所以陈玉门呢 就把这个原来的叶子牌 和马吊牌 改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麻将牌 那么这个麻将牌里头呢 有几种花色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条 那宁波人馆这个条叫锁 锁是什么 就是渔民 就是织网用的梭子 那就叫锁 然后用这个条呢 代表的是什么 是织的这个渔网 这个桶是什么 你在航海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的船里头 一定要装你航海过程当中 要食物 所以这个每个这个桶里头装的都是食物 那当然万字就代表的是 这个在交换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要要有金额的这种表示 从我个人的认知来讲 我更接受的是陈渔门发展 改良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麻将 那么现在呢 在浙江的这宁波市里头 有一个叫天一阁 那么那里头就专门有一个麻将博物馆 介绍了陈渔门是如何改良了这个麻将 所以我认为麻将是谁发明的 我个人认为陈渔门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也好 请我认认为那里头就专门了 我到底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